老花衣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看之前先点个赞吧 现在播放量都低了 现在老花衣秦阳荣过年那会买的快掉没了 为啥 不为啥 臭宝是因为过干 像很多的花友在养花的时候不敢浇水 他会经历两个阶段关于浇水 一个阶段是天天没事就浇 结果就淹死了 到了第二个阶段关注了老花衣之后 跟他说不要老浇水 他就开始不敢浇了 就汗死了 到了第三个阶段才知道什么叫干湿循环 好吧 干了也要浇水的 不干不浇 干了就得浇 你像这种泥土一样的 你没事说就松松土 围吃围吃 你不能说一点不浇 这个就是缺水 宝 别的没牙齿 老花衣帮忙看看金面瑞香 浇多了 掉拨黄叶 这个就是有点冷吗 感觉 也不冷 冷的话就不会开花了 可能就是浇多了 可能就是浇多了 有点掉叶了 它需要光照 需要很好的空气湿度 如果说是家里面又干又热 通风又差 浇的水多 它也会掉叶子 而且在开花的时期 叶子它就是脆弱的存在 因为它主要的营养 全部供在花上面 所以说呢 该补充营养的 也要补充营养 有的花友会告诉你 开花的时候不要施肥 你千万别信他的了 开花的时候不施肥 就给人怀孕了 不吃饭 不一个道理吗 下个臭宝说 手机像素不好 水珠黏糊糊的 这什么 这凤仙吗 给珠光照就好了呀 黏糊糊的就给它 就给它剪了 这个没事啊 这水很正常 没有什么事啊 这凤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它不长个刺啥的吗 很正常嘛 多给珠光照 没有光照养不好 下个臭宝说 老花一也帮我看看百合珠 可能烧根了 坐标室内 怎么就可能烧根了 你看很多的花油 我说了不信 你只要看我 有上看上个三五七的美日一达 你会发现 每一期的花油 只要是用这种 很高很深的车盆养的花 诶 准处问题 跟他说了不接地气 还怎么明白 就是花盆一定要排水透气 要不然这个根气它不长 你想想这个根 如果说一点空气都不透的话 这个根就会叫闷根 也就叫不接地气 没有空气是不长根的 不用看了 臭宝 好吧 下次别这样了 老花一你好 请问我的垂师茉里咋了 最近一直掉花 垂师茉里一直掉花 开完了它不就掉吗 坐标树南长洲 下面的枝条也枯了 掉花很正常 你该施肥了 它开花开花 很多的花友 它就是光看花 就是又想马儿跑 又想马儿不吃草 它开花的时候 它是需要大量养分的 等到它花开个差不多了 它泄了之后 它就开始自己的母体 就开始凋谢了 你没有办法 这是植物的正常的 一个新陈代谢 你除非说是给它 供给上营养 那我看你这边气候 还是比较适合养这个花的 就是肥料在一块 供的不足 你像这种石器 像花多多二货 这种是可以给的 尤其是花前花后 开着花的时候都可以用 你千万不要想着 哎呀 它开得挺好 我不用飞了 越是这个植物 长得越好的时候 你越要给它用飞 你等到它不行了 你再试飞就晚了 及时行了 就跟人一样是吧 人生和其端 及时行了吧 老花一 我的绣球无尽下 你看这样的状态 有个牙点还有救吗 你都浇那么多水干啥 它就没意儿 你还施肥 像这种石器呢 你还可以理解为 叫一个休眠期 还没有完全复生的 就像现在我手上这盆一样 现在这种石器 不干就不浇水 也不需要施肥 它又不长 你施了肥料它又不吃 对吧 你浇那么多水干什么 它又挥发不了 你等它干透了再浇吧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你现在能做的 怎么修剪修剪 下面只要有牙点 它还能复苏 现在能做的就是静待 静等 这个没别的很高的办法 或许能长出来 不过我看已经发黑了 也许没救了 很多花儿就是在 在这个花的休眠期 又是施肥 又是打药 又是换土 又是浇水 你就不能让它 消停它睡一会儿吗 就不能让它歇会儿吗 你别管它呗 等它长出来了 还那句话 它长了你就推它一把 它想站起来 你就拉它一把 它不想站在一起来 你别管它 你让它自己趴那儿睡着就行了 放慢你的节奏 吃老花一 养花最善一 绝不断就点赞啊 白了